主動調查的 公民黨有以下的回應 首先我是歡迎的 也都是感謝申訴專員 在這一次的主動調查 因為由1995年到現在 超過23年 這個就學和健康服務 都從未有一個是真正的檢討 而最令我們震驚的 也都在這個報告書提了 在裏面的出席率 只有六成半 即是有35%的 適合這個計劃的學童 是沒有參與這個計劃 更加就是中學生的出席率 只有五成 即是低於一半 其實這個計劃實行了超過23年 每一年耗用的公帑是相當龐大的 最新的財委會的數字 這個款項已經超過2億 接近2億2千萬 但是我們看到的 無論是小學或者中學生 在精神健康 甚至自殺的個案是有增無減的 在2017年19歲以下的自殺的青少年的個案 是比2016年急增50% 從2016年的24宗 去到2017年的36宗 這個增幅是相當驚人的 為什麼這麼多的學童自殺 這麼多的精神科 求在個個案 但是我們這個青少年健康服務 集中在心理評估裏面做得這麼差呢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衛生署能力不足 把關不足 我舉個例子 針對中學生的一個心理評估 其實現在在世界上大約多數的地方 已經是在用網上的評估 即是說不需要中學生去到一個所謂 學童健康中心作評估的 你試想一下 中農的學生 面對中學回考 即是DSE的額領 面對學校的功課 其實很難讓他們再抽一段時間出來 去一個中心那裏做評估 但是在這20年來 在世界上很多個地方 不同的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生 已經做了很多很多網上適合用的一些評估計劃 他們需要的就是適當的指引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協助 在現在的情況下 還是需要學童 用一些時間 或者是抽時間去 這個其實已經跟實際的需要差很遠 這是第一 第二 很可惜 雖然找到很多個案 但是由於醫管局現在能夠給到的學童的 精神科學服務 是相當之短缺的 現在我們見到 在最低的輪候和優次裏面 可以是去到三年的 所以我們會見到 就算這個計劃找到一些需要轉介的 都無法適當地得到需要的服務 第三 這次的主動調查 看出衛生署是相當之不濟的 有很多個案 雖然已經轉介了去 包括一些非政府組織或者醫管局 但是連他們有沒有去到都不知道 連他們有沒有受助都不知道 可能最終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慘劇 可能是一個自殺個案 或者是一個 因為得不到釋放的治療 而需要譬如暫停學業 或者造成很多問題的個案 現在衛生署這個學童健康計劃 就說今年做不到 下一年才算 這個是官僚 亦都是相當之 是令我們失望的態度 其實只要他用少少能力 包括利用一些電郵 包括主動和學校聯絡 去找出一些未能夠參與這些評估的學生 用方法 包括用網上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現在很多時下年輕人都會用 譬如是社交平台 面書 或者是一些電郵 等等 令到他們和每一個學生可以接觸到 這個調查看得很清楚 這個服務是需要整體的評估 它需要的 不只是在這次裡面來講 是將它的出席率 或者是改善 又或者是令到那些轉介要跟進 最重要的就是這種服務 基本上是否可以及得到 或者是追得上現在學生的需要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中間的交接 中間的轉介是相當不足的 所以我要求 我也都今天會去順比食委局 要求它是要將這個兒童健康服務 做一個整體的一個檢討 亦都要在一年內交出一個檢討報告 否則的話 雖然我們每年花了超過2億的公帑 但是仍然於是無補 需要找出來 要跟進的學童 由於它種種的原因 基本上可能參加都沒有參加 問卷都沒有做 所以一直是流失 雖然看下去的成本好像很低 每一個大概是600元港幣 但是如果一個做不到事的部門 一個做不到事的健康評估中心 花這麼多錢都是於是無補的 所以政府有責任是善用公帑 以及要幫這些需要一些跟進的學童 郭醫生想問一下有些家長說為什麼不去 是因為覺得學童保健計劃的成效很放棄 就是都是度高磅重 會不會覺得是不是需要從質量上要改變呢 還有想問一下有一些家長就覺得其實都沒什麼用 因為其實可能看一次的心理健康 即是所謂的心理健康 但是可能看幾分鐘就完結 其實都不會找到那個小朋友 究竟是不是有需要幫助 這兩方面想請教一下 絕對是的 因為其實做了二十幾年 衛生署已經做到全是形式主義的而已 你量高磅重 對於幼稚園或者初小學生或者幼稚園 對於一個中學生甚至高中學生 他需要的 不是一些是這麼低檔次的一些健康的評估 在醫學上或者醫療科學上 其實已經有比現在是更加是到位的一些的評估 包括是他那個心理的狀態 他自己做過問卷 其實現在的問卷是可以應對他的需要的 比如說他是有惡習障礙 他可能有抑鬱的傾向 他有一些飲食障礙的問題 他有一些是輕微的憂慮等等 很多的評估是針對學生 無論是初小高小 初中高中 這些測試是會因應他的年齡去做的 現在衛生署的做法就是很隨便的 收了政府的錢 做些事情 隨便做些事情應付做好的數字 就算你看了七十多萬的學童 如果只是做這些這麼低水平的事情是沒有用的 這是第一 第二 現在的跟進也都相當差的 由於政府的撥款不足夠 在無論是兒童精神科 和很多的一些非政府組織 是沒有足夠的資料 和沒有足夠的陪陶 所以給了他們去做 隨便看幾分鐘也都幫不了他們 政府無論是衛生署、醫管局 和社會福利署、教育局 其實這四個政策局 是需要坐在一起做好些 否則的話各自為證 衛生署有衛生署做 醫管局也有醫管局做 教育局就當沒有件事發生 社會福利署或者勞福局 就完全覺得關人的關 只會是虛號功貴 和最慘的很多學童 在這些部門的推搪和跌狀之下 成為犧牲品 甚至是成為一些悲劇的主角 好,謝謝